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豆豆姐姐 今天我們要來拍粉絲紀錄 今天要來開兩封 那我們先來看這一封 那這一封呢 它寄來的時候 因為那一陣子就是常常在下雨 所以信封有點淋濕了 然後我們那個管理中心的服務人員 就是還蠻熱心的 就是直接就幫豆豆姐姐換了一個信封 然後這個信子因為有一點淋濕了 不知道會被影響到裡面的字 我們先打開來看看吧 好 這一封是它寫來的信 希望水不會影響到裡面的字體 哇 感覺好像黏在一起了 好高 哇 好啦 要先跟禁魚說聲抱歉 因為那個雨水 禁絲的那個信封 所以你的信就被黏在一起了 不過我還是可以看得到裡面字的內容 好 豆豆姐姐 這是我第一次寄禮給你 雖然東西不多 但希望你喜歡 也祝姐姐訂閱越來越多 加油 然後下面就是它的情單 百魚禁 然後它的頻道名稱叫做禁魚 好 訂閱按讚 雖然影片少少的 好 那 我們現在來看魚鏡所寄來的粉絲禮 對 對不起 沒有 我 我不曉得它會突然噴水 這個軟軟應該是不是有水的 真的就是 那個雨下的很大 真的整包都 就是 泡在水 就是 被雨水浸的那樣子 好啦 你們不要誤會喔 這不是水軟軟喔 然後這是一個那個 馬卡龍的軟軟 然後這個是雨水 剛剛不小心嚇到大家 很抱歉 因為豆豆其實的膽子比較小 然後有一點風吹一草都 然後就 就很容易被嚇到 好 然後這個是 喔 這裡面也浸濕了 然後這是一個狗狗的軟軟 這也不是水軟軟 好 很可愛的狗狗軟 不過應該不會影響它乾了之後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這個是 糖果 糖果沒有 沒有零到五 然後這是QQ糖耶 它打開來一包 吃吃看 好香喔 水蜜桃味道的 喵喵的 小 小掌 いただきます 很好吃 很好吃 水蜜桃口味的 然後它每一個 糖果名稱都不一樣 泥 棒棒 泥 堅持 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 迷你的色質 還好這個沒有淋到魚 還好這個沒有淋到魚 然後很多不同顏色的色質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它 做的黏土的作品 這是一個 金牛角 這也還好 還好沒有淋到魚 那這是一個它自己做的黏土的馬卡龍粉紅色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是一個櫻花的黏土作品 接下來呢這三個是那個蛋糕 杯子蛋糕的軟軟 很可愛 然後這個 這個還好很安全沒有淋到魚 那這是一個它自己做的黏土的馬卡龍粉紅色的 然後最後一個呢 這是一個 手工藝的猩猩 可以拿來 貼在作品上面的 可以拿來創作的一些手工藝的材料包 都是猩猩 然後有大大小小的猩猩 好 那以上呢就是魚鏡所寄來的 現在看第二封 我們先來看信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啦啦熊的信子 兜兜姊姊 嗨 兜兜姊姊 這是我第二次的粉季 希望你覺得這一次比上次的好 我每天都有看姊姊的影片喔 希望可以露臉 然後Youtube小銀Lily 這是小銀第二次的粉絲紀錄 謝謝小銀 這是一個軟軟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草莓夾心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裝飾的軟軟 粉紅色的很可愛 接著我們來看這一袋 這一包裡面呢是一些小的一些 小的一些配件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是 那個鑰匙圈 然後這個是便條紙 很可愛的便條紙 然後這個是名片卡 接下來這些是珍珠美人魚卡 那上面都有一些數字 然後這個應該是 這是可能是可以拿來玩 玩像撲克牌遊戲的那種 類似的吧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像 有點像是牌卡一樣 因為上面也有寫作戰 就是可以拿來比賽 以上呢就是 宇靜跟莉莉小銀 所寄來的粉絲紀錄 然後要跟宇靜說聲抱歉 因為你的粉絲 就是有一點零到雨 這樣子 但是兜兜姐姐還是很喜歡 那小銀是第二次粉絲 然後也謝謝小銀 寄來的這麼可愛的禮物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